6月16日 带着你的渴望服侍神 所以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格林多后书五章九节 假设你发现 如法利在人所做的一样 你努力奉行 奉献一生尝试讨神的喜悦 然而 你所做的事情 竟都被神看为是可证之事 路加福音16章14到15节 你会怎么办呢 也许有人会说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神不会拒绝想讨他喜悦的人 但是 你看见这个提问者 做了什么吗 他讨神喜悦的信念 是建立在他对神的认识上 这正是为何我们必须先从神的属性开始讨论 神是一个山泉 不是饮水槽 山泉会自我补充 他会持续地涌流并供应他人 但是饮水槽需要借着抽水机或是靠着打水队才能被加满水 如果你要显出饮水槽价值的荣耀 你就努力做工 你所要做的就是弯下你的双手与双膝喝到心里满足 等到你得到更新与力量以后回到山下告诉别人你的发现 身为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 我的盼望是建立于这个圣经的真理上 这位神喜悦我必须献上的一件事物 那就是我的渴望 这也正是为何神自由的主权 与神的自我充足 对我而言是如此的宝贵 那是我盼望的根基 神不是因打水队的竹子多磨而喜悦 凡是因破碎的罪人们 俯身畅饮于恩典的泉源而喜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